10月26号,神舟飞船和神舰长征2号F火箭这对老搭档再次合作,将神舟17号陈组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。 中国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2023年度发射任务完美收贯。 此次发射任务距离长2F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已经过去20年。 截至目前,长2F火箭已执行12次载人发射任务。 20年来,长2F火箭保持着100%的成功率始终未变。 同时,其可靠性、安全性、适应性、航天员乘坐舒适性也在不断提升。 2003年10月15号,长2F火箭载着神舟5号飞船,护送航天员杨立伟成功飞天,助力中国人迈出了遨游新汉的第一步。 杨立伟返回地面后曾反映,在火箭飞行到120秒至140秒的过程中,他感觉到一种让人不适的震动。 经过科研团队的改进,这种共振现象才彻底消失。 这些年来,在持续公关下,航天员乘坐的长2F火箭已经变得越来越舒适。 神舟7号航天员给出的乘坐反馈时,我们乘坐的火箭非常舒适,几乎感觉不到震动。 神舟16号发射任务中,航天员直言很舒服,做火箭太爽了。 作为航天员专列,长2F火箭的安全性能无疑是第一位的。 中国空间站工程转入载轨建造阶段后,迎来了高密度发射任务。 长2F火箭每一次亮相,可靠性与安全性都会再次提升。 目前,火箭可靠性评估值已提升至0.9896,安全性评估值从过去的0.997提升至0.99996。 0.99996意味着长2F火箭在保障航天员安全方面,比万无一失更厉害。 不同于其他运载火箭,逃逸系统为长2F火箭独有,是航天员最重要的安全屏障。 自首飞以来,这个系统从未启用过,但科研团队依然一次次分析优化,只为在守护航天员飞行时不漏逃、不误逃。 从长2F摇12火箭起,科研团队还为逃逸系统新增了点火功能。 逃逸飞行器不再只能朝一个固定方向逃逸,它还可以选择向垂直于地面风的方向逃逸,更加安全、灵活。 从杨立伟乘坐时感到共振,到神舟16号飞行陈组惊叹,做火箭太爽了。 从首次载人飞行任务,到满足常态化运营,从护送一人,到送三人陈组。 长2F火箭守护着每一名进入太空航天员生命的同时,也为航天员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太空旅途体验。